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开了第一枪了 应该是这22年来的第一枪 澳洲央行一次升息两码 让澳洲股市在今天出现了下跌的走势 画面上可以看到在今天澳洲股市下跌了1.54% 跌幅也是蛮深的 所以此时此刻5.31分 搞得带你来看美国股市的表现 美国Dow Jones盘目前是下跌的局面 下跌0.36% 跌幅当然不重 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观望气氛浓厚 我们也来看到那达克是下跌0.5% 欧洲股市普遍也是下跌的 画面上所看到的是德国股市下跌了0.86% 下跌的幅度相对是比较深的 而英国和法国也都在盘下 所以我们回来看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受到美股的影响 在今天普遍呈现盘下震荡 特别是除了台股之外 港股 韩股跌得比较深 因为昨天休市再接出现补跌 所以韩股股市下跌了1.66%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刚刚有谈到 美元指数持续往上走高 美元指数来到102.57 让亚洲货币都非常疲弱 除了刚刚所看到的新台币 贬了将近一角之外 日元创下20年新低了 而公债殖利率 10年期公债殖利率破3 已经创下一个多月的新高 所以通红压力仍然让人担心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带你来看外资已经是连四卖了 是不是外资也在担心 礼拜五要公布的CPI呢 台湾的CPI在今天也公布了 5月份的CPI高达3.39 同样的再创新高 好 外资在今天再卖 159亿台积电出现日K连四K 而投信压保大陆的解封股 所以新唐梗顶又再度创下新高 那么大户在索马什么个股呢 索马大部分都是营收强的股票 所以中探针表现不错 创下新高 但营收有很多爆雷的哦 像创为营收创下9个月 新低股价逼近破地 我们稍后一一帮您来做解读 关来介绍来这边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长鑫 阿关好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苏维远 厉介好 大家好 要讲采计专家来信任献哥 阿关好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风开平 阿关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陈伟泰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关来带您来关心的是 台积电也是让我们所担心的 明天要召开股东会之前 现在市场并不乐观 特别是中国经营学家竟然说 抢下台积电 避免它落入美国手中 难道台积电有可能是 引爆台海战争的导火线吗 明天就要开股东会了 但没有想到在股东会之前 市场是如此的观望 一定要把台积电 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 抢到中国手里 因为它现在要再加快 向美国转移 要在美国建立六个厂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它 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 明天台积电股东会就要登场 这是重量级股东会 没有想到在股东会前登场 登场前 中国记忆学家说 我们一定要拿下台积电 那拿下台积电 可能就要发动台海战争了 所以有可能台积电 是引爆台海战争的导火线吗 那这就是怀比其罪 是啊 所以说现在台积电 不论是美国 虎视眈眈 那中国其实是怎么样 它排行都把它写成 中国台湾台积电 那不是真的这样 所以说基本上 台积电基本上 接下来要股东会 可是在今天 连续四根黑棒 前几天外资买上去 现在又打下来 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些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半导体 晶圆代工其实是很弱 为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 中国会这样讲 其实中国其实是怕什么 它有这样国防的一个 相对的对美国 它说绝对不能让台积电 落入美国手中 对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台积电 做了很多美国的 这些所谓的军事的 一个装备武器 包含之前帮赛琳斯 赛琳斯公布了这个说飞弹 它里面的这些逻辑的晶片 大家看到一个一个一个 都是逻辑晶片 它叫做可程式化的逻辑晶片 观众朋友可能看不清楚 在画面上红色的字 FPGA就是可编程的逻辑晶片 那可编程晶片呢 大部分都台积电提供的 是 所以说上面呢 包含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赤真飞弹 美国商务部长也说 赤真飞弹里面有250个元件 不好意思 都是什么 都台积电做的 所以它怎么样 它射出去 为什么 它要瞄准这些 在黑暗中 在烟雾弥漫中 去瞄准到这个 坦克车的这个天零杆 炸下去 那你一定要准确嘛 又要什么 又要快速 又要什么 又要命中目标 所以台湾的晶片在台积电这边呢 事实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所以一支标枪飞弹里头 有250个晶片 是我们台积电提供的 没有错 那除了标枪飞弹之外 其实美国的国防工业 很多的军武里头都有台积电 对 包含一个雷神公司 出的这个我们看到的 最厉害的现在的这个胶廊 这个所谓的胶廊 这叫做反无人机 但是现在都是无人机 所以它是反无人机的 这所谓的一个飞机 然后带着飞弹 然后直接冲出去 大家有没有看到 出去之后 像无人机打无人机吗 对 用飞机里面装飞弹 然后直接像天女叉叉一样 炸出去 所以它等于是 无人机载着飞弹 直接去炸另外一台无人机 然后直接把它整个爆破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 去胶廊2点 对 胶廊2点 是雷神的 那里面也这样 一样这个雷神公司 一样是用什么 台积电的晶片 所以不晓得这个所谓的胶廊 有没有用 但是基本上雷神公司 是用台积电的晶片 也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中国会害怕 还有我们看到 包含Northram 这家的这个公司 它出的我们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隐形轟炸机 B21 这个隐形轟炸机 厉害在哪里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这台也是无人机 以前这个都要驾驶员开 现在不用 它是无人机 而且可以隐蔽 最厉害的是 它还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携带核弹头 那中国就怕这种 我雷达尊射不到 你又可以飞到我上空 又可以投核弹 虽然我说真的 不会真正的投 但是这种 鹤洞的效果就很怕 那大家想想想看 一样嘛 我投核弹 所以没有我们台积电的晶片 可能B21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 没有我们台积电的晶片 可能胶廊也没办法再 天上打无人机 也没有要顺顺地打 所以中国认为 如果台积电落入美国手中 那对美国的军武实力 那当然是很加分的 那没有台积电 那美国的军武实力 就会扣分 好 除了因为 不想落入美国手中之外 在今天 中国的舆论 为什么支持 台海发动战争 拿下台积电呢 其实中国国内鹰派很多了 这鹰派的说法是 除了不能落入美国手中之外 最主要是 中国的自制晶片的路 还很坎坷 如果他们能够有台积电 这个路就平坦了 我先讲一个数字 中国过去了 花了几百亿了 六个大项目全部失败 全部失败 包含武汉 宏心 革新 全部都失败 为什么 因为花了很多钱 做不出来或是人被挖走 所以你看到 现在中国最厉害的 中芯国际半导体 拍子 查台积电 查倍当 它现在做14奈米 我们现在已经做什么 要去做2奈米了 所以它基本上已经差了8年 中芯已经是中国最厉害的 晶圆代工厂了 对 它仍然差我们这么长的时代 差8年 所以大家想想看 想办法只要去并购 其他人你不要说 这种所谓逻辑性 就是做CPU的之外 你说做RAM的也好 输什么 输三星 输四个世代 你看也输很多 输得淺淺 那接下来你说做这种 NightFlash的 就做手机经济体的 传家存储 还是输嘛 传家存储说 我有技术做出来 对不起 没有办法量产 为什么没有办法量产 它不是有那个190几片的 对 但是它没有办法量产 因为怎么样 它的良率太低 也就是它能做出来 可是你做出来 可能一大片 只有一点点可以用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做商业用 所以它号称有192层的技术 但其实量产 对 很难 对 没办法量产 只能少量 是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归根就底 中国现在到底怕什么 中国出了一个状况是说 我现在自己做不出来 我要去併人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文泰科技它是怎么样 它要去併什么 要去併安室的半导体 基本上它在2018年 跟格力电器 偷偷地去把这家暗室吃下来 以小吃大 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 可是2018年吃掉之后 它接下来在2021年 去年7月份又说 我要去併英国的这家 NWF的这些所谓的晶片公司 它可以有汽车晶片跟高阶晶片 这时候美国就不乐意了 美国说不行 你如果要去併这一家 我美国的财团 它多少 我就什么 我就多少 而且英国你要补助我美国 因为不能把这些技术 落入到中国上面 所以就有舆论说 现在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方式 就好像对俄罗斯的方式 所有有一些什么 高科技的东西 我就怎么样 我就防堵你落入什么 落入中跟二的一个部分 所以文泰科技这一次应该 并购我认为会失败的 除了并购失败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华为说 他们要靠小晶片 弯道超车台积电 要把讲霸给赶走 这是什么逻辑呢 他如果真的要做小晶片 就应该留着讲霸不是吗 对 所以说其实 中国是这样 我把你请来 我想做 可是 在批准的时候 又批不下去 所以等一下 我等于花了重金 华为真的是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华为本来用海斯晶片 他自己的华为的手机 又要发展了 可是美国先卡他脖子 接下来他就说 好 那我们自己做小晶片 也就是我自己把这晶片 把它合起来 可是第一个要封装 第二个 中国自己的这些 所谓的科学家都说 这不可能 为什么 能耗也不够 我们自己封装技术也不够 这叫什么 喊大化 所以海斯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被停止的 所以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晶片 其实都两难 那最后还有一个 也是很夸张 你说包含这个紫光的 对不对 紫光展锐 紫光展锐 它做了什么CPU 人家做这个资安测试 还有什么 重大的维安 这个是真的是很夸张 100的层级里面 它什么 94 9.4级的资安的漏洞 那表示怎么样 你的东西用它的CPU 你这样最多久到10级 对 它已经到9.4级漏洞 它这个自然漏洞非常大 它等于是说一个简单的 基础型的CPU 你透过它去打通讯或什么的 你的资讯可以被人家盗窃走 这个是多危险一件事情 非常危险 我打个电话 我里面手机的东西 都被人家盗走 谁敢用中国的CPU 好 所以中国自己想做晶片 但是前儒非常坎坷 没有错 那么又不想让台积电 落入美国手中 所以开始国内有一些鹰派言论说 我们应该要发动台海战争 把台积电也拿下来 姑且不论会发动台海战争 我们就来谈谈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明天要召开股东会 想不到召开股东会之前 日K连四黑 好 那台积电明天要召开股东会 最重要的重点 真的也不是说 中国会怎么样 美国会怎么样 重点在于说 你现在在配股息 有没有配到让大家满意 那过去几个月配的都是2.75 2块7毛5 所以说如果说能配出来3块 大家都希望他是不是能够配3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以他去年获利他应该是有能力配3块 对 但是跟我来说 因为他资本支出太高 留着要做资本支出嘛 对 所以说基本上 你有没有办法配这么多 我觉得是一个打问他 当然啦 如果是配3块就是利多 那其他部分就说 产能利用率有没有下滑 这大家担心了 对 会一直传 说他明天第一季产能利用率会下滑 对 明天的股东会 他会给什么答案 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基本上全年的营收的超标 是否能够达标 其实台鑫不太会说谎 如果真的能够达标 他会说会会会 没有疑虑 到明年都不错 那这样的话其实台鑫就能够稳盘 可是只要有一点点松多说 这个最后对我问题 所以大家就 还有三奶米 因为这一次三星的三奶米 在拜登以前露脸了 大家都认为说 三星的三奶米成效不错 那台积电呢 对 台积电我觉得也是一样 基本上在美国设草是五奶米 那台湾的三奶米 能不能跟三星一较高效 能不能提前 最好比如说2025 2024 往前拉 那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能 但是有没有能够顺利的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好 那我们回来看台积电的股价 昌星所准备的 我们再往前看 昌星所准备的 这是台积电的河流图对 本益比河流图对 来我简单跟大家讲 本益比河流图就是说 当台积电没有成长性的时候 当时在2016年到2019年 大概本益比就是什么 就是10到15倍 那这个沉起来比较低 因为赚的比较少嘛 倍率比较少 可是台积电为什么最近一直喷 喷到这么高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本益比级已经到了什么 32倍 所以其实为什么 去年我们说台积电很赚钱 可是台积电的股价涨不上去 是因为本益比很高 好 那大家都想听 现在台积电到底跌够了没有 跌够了没有 第一季赚7.82 那今年反育过会成长嘛 所以你7.82乘以4再多一点点 大概是30块 又有人雇到32 对 30到32 那观众朋友你就自己来算 但是我今天用地板价来算 我们的第一标来算好了 对 第一标 如果是15倍的本益比 那乘起来就是400 那我不是说450会到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台积电 但是我认为 如果真的接近450 这件之后地板价算很少 所以说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当然如果你用32去乘 就是CP值超高的 两个是450 对 如果你用32去乘 那是不是就是480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那个价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往下来看 这是它的K线 对 那我们今天提到 包含到今天为止 外资又卖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说 我把它列出来 其实从5月6号到6月6号 一个月过程中 其实外资是大混战 摩根斯坦里是买 可是摩根大通却是卖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拉上去之后 我告诉各位这里 拉上去之后 融资是减的 可是很抱歉 它股价没有一股作气 股价掉下来 融资又加上来 外资又卖 所以我认为这边会焦灼成你 但是每股的科技股如果跌下去的话 台积电我觉得还会再测试一次底部 好 除了台积电之外 整个半脑体你怎么看 我给大家看 有弱势 中档跟强势 大家喜欢的其实都比较弱 所以台积电我们讲弱 最弱不是我双心说吗 讲的是股价弱势 都是技术面底下在技线以下 所以它是弱势 那中档震荡有机会 包含旺宏跟连电 这个稍微已经看到有起色 站在两个军线以上 我认为你要去观察是 这一波没有跌到 而且接近高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半导体的上游 第一个叫旱壘 旱壘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旱壘做第三代半导体 今年其实相当的不错 可是它的本益比太高 那赚钱是慢慢的赚回来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留意 已经涨多了 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谈 深阳半导体 它也是做这个再生晶元的 那再生晶元呢 其实它今年第一季 已经赚超过去年的这个第一季 所以你看基本上 整个全年有达到2.5块 就2块半的部分 那整个深阳半导体是做什么 做这些所谓的 再生晶元的最上游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半导体 你做晶元代工的 相对的比较没有优势 但是做最上游的部分 这些都是很缺 包含深阳半导体也出来说 欠费 欠到年底 所以各位来看 今天这是到昨天为止 一个黑黑棒下来 今天法人一买它又上去了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一个 主力的买点 刚好是落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60到62块左右 这边测试了之后就往上拉 所以我认为你做股票 还是一样 要做强势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认为第三代 包含这些晶元 上游相对的比下游的代工 来得有优势 好 尝心看 升阳半导体 但是明天的重头戏 还是台积电股东会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台积电股东会 我们不敢期待 它有太大的利多 也就是说令人惊艳的说法 我们只要符合预期来问一下 如果明天台积电的说法是 符合预期 股价动还是不动呢 涨还是不涨呢 请举牌 明天台积电股东会 非常重要 1234 四条圈 赚心给他 我们现在开屏来 是 为什么给圈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是 没有令人惊艳 我觉得事实上 应该不会有太多人预期 它会增加 增加它的配方股力 可是台积电已经跌到 这个位置点了 就是它 你看它去这边 已经把那个缺口封闭起来 之前错过 在这个530附近 错过机会 其实这就是一个好机会 那我不认为说台积电 会什么 又再回到这500以下 不会太多低点 所以说我认为 台积电明天 应该至少就是会稳当 就是不会再跌 好 我们来看 台股今天最重要 但你来关心的是 这是一个死鱼盘吗 王如今人说 这个盘根本就是一个死鱼盘 难道还有人在玩台股吗 也许就在你不想玩的时候 它就会悄悄发动 所以有专家说 震荡过后一定会过季限 所以台股在今天是回撤 16500点 外资连四砍 塞纳法然土阳对坐 在今天卖超了122.45亿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 在今天的外资 外资在今天是连四卖 再砍159亿 所以我们请围台带 我们来看外资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 到底卖什么 外资也是忽多忽空 昨天才刚买金光金 昨天我们特别谈到 金金病 金光金有套利空间 外资大买2万9千张 在今天大卖6万9千张 昨天买联电 在今天卖联电 卖了1万9797张 还卖了什么呢 华新 台新金 开发金 国财金 富邦金 玉山金 一头拉股 金融股 台肌在今天也是站在买房子 虽然明天要找开股东会 这一波最强的集团股 鸿海 它也站在买房 卖了2,428张 卫谈 好 刚刚听到阿关所说的这个星光金 昨天外资买 今天外资就把它卖掉 所以看起来外资好像也没有多厉害 跟一番散户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对不对 好 今天其实外资卖超这前10名 只有一个感觉就是 它就是在提款而已 它就是在提款 它不管你基本面的 对 没有基本面的 因为外资看到美国股市在跌 它就会去做一个提款动作 那么台北股市最好提款 就是两个族群 一个就是金融股 一个就是电子 好卖 电子股里面还要卖谁 还要卖金元代工 所以今天看到连电跟台积电 都在它的卖超 最好卖 对不对 最好卖 所以其实今天外资的卖超 我个人觉得就是在做一个 提款动作而已 好 那我们回来看大盘 维太 这个盘真的是死于盘吗 好 今天其实盘中 借有人跟我讨论说 维太 今天这个量好小 怎么办 我说量小 那就不容易做攻击 可是我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就是在最近期 融资余额是按兵不动的 这个是加权指数的一个融资余额 我们发现到 我们从15615开始往上上涨以来 一口气摸到气线 可是融资余额竟然是按兵不动 完全都没有反应 代表现阶段的投资朋友 是属于相对保守跟观望的 但是融券却持续往上做增加 融券从今年的4月初 就一路往上做增加 不管是集中市场 或者是店头市场 都是一样的情况 融券是增加的 融券是增加的 OK 好 所以使得在近期的一个 券支比的部分 是接近了6个percent 大概是5.98percent左右 那么根据我过去的观察跟研究 通常大盘的券支比 只要超过5个percent以上 基本上在整个大盘的环境当中 就是属于一个 酝酿嘎空的一个行情 那就不止嘎空还嘎空手 对不对 因为当初融资根本没有 对 大家都在看 这是一个双嘎盘 它是一个双嘎盘 大家为什么会观望 主要就是因为 目前通膨的一个信心 造成了经济有可能 衰退的疑虑 礼拜五 我们提醒礼拜五 美国要公布CPI 那么今天台湾公布的CPI 是3.39 礼拜五会公布什么样的数字呢 那么对后续的 6月16号的升息 当然影响很大 没错 我们再往下来看 所以这是一个双嘎行情 什么样的个股 有机会往上动呢 好 因为大盘的成交量 到目前为止 都还不到2000亿 所以要动到大型全资股 要动到指数的部分 基本上机会比较小 但是个股却很有机会做表现 尤其是在前阵子 融券持续往上做增加 甚至融资在减少 然后法然在买超个股 特别有机会展开 所谓的双嘎空行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档是提威锡 这属于汽车零组件的部分 这波一路从十几块钱 涨到二十几块钱 那么一路可以看到 在这个融券的部分 是持续往上做增加 融资也在往上做增加 重点是外资一路在买超 像这种个股就是属于 外资搭融券的一种类型 那么再来 连宇是属于连接器的一个个股 资产个股更厉害了 它这边是外资 实际叫做买超之外 融资到后来还撤退 把融券留在上面 换句话说 这些融券之后想要去做 空头撤退 空头留在现场 对 它想要去加码放空都没有机会 因为没有融资了 这个今天还是往上 涨停板的一个走势 涨停板 OK 再来预期 我们说的这个 所谓自协三雄 保存风态跟预期 目前预期的策码结构 就是最有利于架空行情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观察到 法院的部分持续在做买超 策码持续在集中当中 那么融资往上做走高 融券持续被架空当中 像这种股票在今天大盘算说 没有什么成交量 甚至下跌将近100点的情况之下 这三档个股在今天的说法 都是上涨的 好 那楼下这三档呢 好 这三档个股呢 我个人认为它是属于 架空手的类型 楼上是架空单 楼下是架空手 对 为什么说它是架空手呢 可以观察到可乘 这波在第一档 我们看到可乘实施库长股 可乘实施库长股之外 外资持续在做一个买超动作 但是融资竟然持续的 叫做卖超 这是属于所谷空手的架构 同时看到融券是持续往上做增加 所以像现在这种所谷的股价 持续往上做走高 而且沿着五日线往上走高的 这种个股 它既架空单又架空手 再来是属于鸿海跟真定 这是属于鸿海 相关的个股 没错 那么这一路一走来 鸿海其实是外资 持续在做加码 同样也可以观察到 它的融资与何是持续在 做一个减肥当中 这也是属于这种 所谷架空手的一个个股 那么最近载版相关的个股 换流行了 以前在涨猩猩店 锦售跟南店 但今年主角换人座 男主角换谁 换真定 因为它在今年前五月份的一个营收 是创下历史上的同期新高 那么可以观察到 外资这边也是持续在做加码 融资也持续在做减肥 像这种个股都是属于 鸿海空手的一个结构 好 那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宏家居 因为季华新集团之后 宏家居应该是 短波段最强的集团股 还会续强吗 好 如果说就鸿海来看 基本面的部分 五月份营收是双升 有些是YY跟MOM都是成的 对 外资调升它的目标价 那以目前来看 今天外资算是刚刚有看到小幅度的调节 但整体来看是瑕不掩瑜 所以外资其实对鸿海的一个持股 是持续在做加码当中 那刚刚我们提到 融资持续减少的情况下 目前的一个策码结构 还是有利于多方发展 那么整体的部分 它在五月份营收 也是创下历史上同期的新高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在上海跟昆山的产能 陆陆续续的一个复工当中 所以公司表示 今年全年营收跟获利 都有机会出现 两位数以上的一个成长 那么看你观察到 外资这边也持续站在买方 融资持续在做解码的过程当中 其实现在策码结构 也非常有利于多头 好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洪汉 特别是洪家军 会持续往上走高吗 有作账的机会吗 各位怎么看 请举拍 好 洪家军是继华金集团之后 最强的集团股 我们看到有三票圈 一票在中间 一票给差 憲哥为什么给差 因为洪海的一个压力在 119会到123会之间 所以理论上来讲 在这边有很强大的一个 套牢卖压会出来 而且它的股性也是 所以比较温的股性 因为它大部分套牢在洪海 都不是套牢一张 都是套牢一缸 但是套牢一缸的人都套很久 套到忘记了 不是 不是 这是膀胃的 膀胃去 黑衣装八十几个人在膀胃 但是记得膀胃 黑衣装也不买了 对吧 小何丽玲也不会卖 不会 因为它一般来讲 做洪海的人 你讲的没有错 今年它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是在这边一定会有一定的卖压 要稍微再消化一下 好 那是开瓶放中间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买 那个正规军的洪家军 正规军 什么是正规军的洪家军 像这个乙胜这一种的 就是说电动车 乙胜 对 那有些我坦白讲 市场上有很多洪家军 都是擦边球的 都是这个等于说 对 这个等于说 这个等于说攀亲戴固 对 都是攀亲戴固 而且我之前有说过一个道理 这个洪家军 黄秋莲如果真的要做 黄秋莲不会让郭董 没有面子那么多年 就是说市场上是 它是市场上认同 不是真的集团下去做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讲 车用会比较正规军的 电动车的洪家军 会比较受到重视 好 我们回来谈金融股 在今天外资卖了 一头拉股金融股 不是要生息吗 怎么老是卖金融股呢 特别是在今天安泰盈 还发表了声明 声明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肥钱屋 观众朋友你去吃过吗 卖鱼饭肥钱屋 那在台北有九層名 去都要摆一堆 肥钱屋的老板 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她说安泰盈的李专 搬走了他的钱 我会输人的银 他要用这样 我没想这样 国家也不可以说日本 我每天听没在说什么 本来今天我们要敲他上节目 但是他只要说台语跟日本語 台语我也每天听没 所以到底他在指控什么 好 那肥钱屋的老板丁田士文 他说他在2016年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他在安泰银行的账户里面 少了五千多万 结果一查是因为交易基金亏损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 这不是我交易了 那他有两个指控 第一个指控就是说 是李专善用他的硬件 拿去做基金的交易 那李专是姓林 还有他的主管姓陈 陈香李这两个人 那他说我每个月 每个礼拜的礼拜二 我一定要到安泰银行的 长安文郎 因为他这个做鳗鱼饭 那每个礼拜的礼拜 要把那个鳗鱼的钱汇给人家 但是我到那边的时候 很多这些手续有中文 我都不会写 那不会写那个陈杏的箱里 就说那我帮你写 这常常有嘛 背了 不用事 不够账了 那帮他写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硬件 我肥钱屋的硬件 公司大张还有个人小张 还有一个叫做基金的硬件 那代表有三颗张 就拿给那个陈杏的箱里 这是他认为这样子 那在这个拿的过程里面 那他认为第二个指控就是说 那你们一定帮我拿去乱盖 为什么呢 因为从2014年的8月 到2016年的5月 这21个月的时间 他竟然申购54次 然后赎回58次 然后转换交易有10次 那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申购 以及所谓的过程里面 要填一张 叫做特定金钱信托运用指定书 那这一张要盖硬件 那这个硬件不是我盖的 不是我盖的 就是你们的这些那个程序 还是理专帮我盖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倒盖硬件 而且这个中间 你们银行赚的手续约5600万 结果亏了5097万 这怎么可能呢 第二个指控就是交易太密集 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那100多笔嘛 对不对 对 54 58再加14嘛 100多笔嘛 但是有时候呢 今天买进 搞两三天以后 就输回了 买基金又不是买股票 基金怎么可能像买股票一样 今天买两天就卖 对啊 而且这么 他还有 你看这个他有一个明细表 有一些真的是差几天而已 他说你这样子 我光是这一次官司就又花了 律师费六百多万耶 律师费花六百多万 台湾律师费特别贵 你不知道喔 因为他官司打了很多年 对对对 已经打了很多年 那一审二审他都输了啦 所以他今天才出来召开记者会啦 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公说公理 婆说婆有理嘛 好 那我们也来看安泰的说法 安泰在今天也为此 特别发了声明 他怎么说呢 他说客户 在记者访谈的过程当中 指称本行以及相关行员 有违法的情势 并非事实 法案经文法院一审二审 已经判决本行胜诉了 相关行员也获得 不起诉的处分确定了 倘若后续再有不实的指涉 不排就采取法律行动 以维护他们的声誉 本行对于后续客户依法 主张权利制任何法律行为 都表示尊重 既为了法律诉讼中的案件 就应该尊重司法 相关正义理应回归到 法律程序解决 而非诉诸媒体而不实陈述 此时非解决争端之道 其实这个声明 也没讲到什么重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 因为我们在今天也联络了 安太希望安太出来说明 我们本来是希望 当事人和安太都来节目现场 但安太的声明 希望我们把它念清楚就好 那这个声明 其实没有讲到重点 但其实有其他媒体 也谈到了安太的说法 安太说呢 怎么可能我拿他的印章呢 因为很多次的交割 是在行外交割的时候 我去的店交割 我去的店交割 应该自己抖 交理不是这样吗 对 那在整个不起诉的一个处分里面 他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那个丁田斯文不是说 他每个礼拜 只有礼拜二到银行吗 他说不是不是 其实在调出安太银行的一个 他的一个摄影记录以后发现 他还有很多次去 而且这很多照银行的那个日期 刚好跟交易的日期是吻合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很多笔的一个基金的交易 都是外交割 外交割就是 我派人员到你店里 因为那个店很近 还不到500公尺 我就派你到你的店里面去 跟你讲 你今天 我今天买这一笔 我今天输为这一笔 然后你再盖章 所以他不可能拿你的印章 因为你讲在以前在安太银 那个陈姓的一个乡里 拿你的印章 那是陈姓乡里 在安太银行 礼拜二 但是不是啊 这是很多都到你的店里 这叫外交割 第二个他说我都没有收到 那个对账单 对账单 但是安太银行 这个我们知道 银行对账单一定要挂号信 所以一定安太银行 有这样的一个寄出去的一个证据 所以理论上来讲 目前来讲可能差不多 罗胜门 很麻烦 我们有乌萨萨搞不清楚 对对对 但确实在说到银 因为肥前宫最有名 就是他的银鱼饭 对 每个期间都要败堆 是 过去台湾曾经是银鱼王国 但为什么 这个银鱼王国的桂冠 竟然在今天回头来看 已经被中国取代了呢 我如果要说一句 也赛不赖你 因为我银鱼也赔了800多万 你银鱼也赔了800多万 对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银鱼工厂 台湾第六大 那我们来讲 在你讲的民国八十五年到九十年 台湾的出口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活慢都出口到日本去 慢你都坐飞机的 那时候每一年三到五万吨 去年剩下一千四百吨 不是一千四百万吨 一千四百吨 跟三万五千 三万吨跟五万吨 那炒烘烈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曼鸟 麻災 麻災 这真的有意思麻災 麻金麻土 麻災都没有 你知道今年的麻災是五十年来 五百这样 两麻都是十一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四五月 刚刚过来过年的情侯 那是两麻 那两麻都够冠 所以很多两麻月 抓人就没回来了你知道吗 去海边抓就没回来了 你知道今年的 今年的八月的麻災 竟然十天里面 没有两麻月 一般我们去看不见 曼苗 你眼睛看 一般我们去看不见 他的麻災 你算的时候 用一个大碗 大碗 说的瓷碗 白色的 然后捞起来 只有看到两点黑黑的 看到他的眼睛而已 身体看不到 因为身体是白色的 那那么小怎么抓 对 抓很好抓 问题是你不会数 现在阿冠你要跟我买 对不对 我今天是渔民 我今天三千尾 那我怎么去计算三千尾给你 要一个公道人 那个公道人就是 曼鳥的计算师 然后他就用一个碗 然后几 Creed 曼苗 起来了 然后十月 因为三月 五月 十月就放一根 address 他手上 右手拿了 一把的筷子 赵礼 马来 十月就放一根 轉立高 你知不知道 搖到 Bitcoin 著載起來 所以2000年的時候 SPEAKER 6 承漫差不多8個月到9個月 承漫一公斤是200塊台幣 現在承漫一公斤是800塊台幣 殘四倍 你把麻糬就百八塊了 八百塊裡面麻糬就降百倍了 所以說很多人招數麻糬 那個時候我們百分之九十的麻糬 都是買去日本 那麻糬像這樣你看 像這樣子喔 有人用那個手提箱 流兩萬塊的麻糬要去日本招數 丟到 這麻糬因為日本 日本它在每年的農曆的七月 它有一個鰻魚劑 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人 都至少要吃一條的鰻魚 所以光是七月那一個月的銷量 就佔全年度的六成 所以日本是很喜歡吃鰻魚的 那以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台灣的鰻魚 那說到台灣過去 我們台灣全盛時期 麻糬工廠差不多有二十斤 二十加 現在全不到四斤 全不到四斤 有的人就是包括我們台灣 現在四斤在一個屏東 東山 它差不多台灣 你大陸的鰻魚劑已經倒起來了嗎 早就倒起來 早就倒起來 它的麻糬 現在那個鰻魚劑 在我們台灣算是最大的七十公斤 七十公斤的魚群 那很大耶 不大 你知道從那裡最大的九百公頃 九百公頃的概念就是 兩個松山機場那麼大 所以人家在大大大那麼大 所以你不要再說 現在中國大陸一天的曼秒的交易 是超過一億台幣 台灣曼秒的交易 一天不到一千萬 一天不到一千萬 你說差太遠了嘛 所以就是他們這樣 可惜了 我們也曾經是鰻魚王國 我們回來講金融股 因為在今天牽涉到李專 金融股最近成為外資的提款標的 天天賣一直賣 但問題是很多人會疑惑說 外資雖然一直在提款 問題是金融股 股價跌到這裡 殖利率都很高 我要不要買金融股當存股呢 好 那殖利率很高 是因為去年賺了很多 但是金融股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所以殖利率是去年的事情 那我們一般除息來講 你有填息才有賺 如果沒有填息的話 不 垂桂墮潭沒有用 所以不是看去年的殖利率 而是看金融股的獲利率 所以理論上來講 只要有金的 有人壽的 金融股都不是很好 因為 所以都應該避開嗎 因為生息的過程裡面 它的海外資產 尤其是債券會減損 這個部分要提累 另外它的所有的總市值 是在降低的 因為股票虧錢 所以他們的股票就很大 有金的 有瘦的都要避開 對不起 我特別來講一下金融股 好 因為星融股它有各自的題材 是 它有金晶病的題材 昨天我們才剛談 星融股有套利空間 那今天外資就大賣 外資短命鬼 怎麼知道他們短命 所以他到底 現在還有沒有套利空間 我覺得理論上 如果這一次談得成的話 一定有套利空間 那談不成就沒有 那現在來講就是說外資是不是 我們要不要跟它賭了 要不要跟它拚了 我覺得是可以拚 因為其實你現在所有金融股裡面 它最瘦了 好 今天瘦在9.6毛1 規定率4.1 可以拚 真的是可以拚 那另外我們來看安太炎 今天的一個主角安太炎 其實安太炎來講 因為它是單純的銀行 它就契金跟個金而已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看它的K線圖 那它是站在季線 在季線跟月線中間 那今天是小小的跌破 那如果說它在這邊 沒有往下再大跌的話 其實也大跌不到哪邊去 目前來講 你講的資歷率是滿高的 而且它第一季還不錯 像這間銀行是上海銀行比較強 對 它第一季還不錯 那我們再來看最強的上海銀行 阿關你真的是慧眼視英雄 這牛肌很漂亮 最重要投信大買 我們來看投信 那上海銀行在所有銀行股裡面 它是百年銀行 投信買這麼多 對 百年銀行 那最近它的創辦人才過世 已經超過百歲了 那我常常去台北那邊演講 這是原汁雞湯 原汁雞湯 這麼多買 所以大家看好的就是 它的財務結構 它的公司治理 它的資產都是原汁雞湯 所以這家銀行是絕對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投一下票 我們投銀行股 不要不含金控 不含受險的銀行股 到底能不能做多呢 請舉牌 因為六月中美國應該還會再升息 好 物票都給圈 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要來談談投信 因為這個月投信的祭底作帳 到底能不能期待呢 投信到底在押寶什麼 的個股呢 最近我們注意到 投信開始在押寶 大陸的解封概念股 所以新唐梗頂又創下新高 所以我們請 楓總帶我們來看 到底投信在押寶什麼 我們來看投信今天買超的個股 包括大連大 華通 上海商鳴 我們剛才的上海商鳴 在今天投信買超 第三名 可成真領KY 新唐 台辦 漢磊 電影和美食 對 那你看這裡面 大部分很多都跟車用有關係 都跟車子有關係 對 那大部分它有兩種 我們看那個公格 好 我們回來看公格 非常有趣 它上面這種是什麼 就是浴霸不能 乾脆這個一路做到底 它現在不能夠圍三九任 功虧一虧 6月15號升息之前 它之前已經買了 就乾脆這樣 所以這個是投信下去 對 一路要做到底的 你情緒更好 就逃稅下去了 逃稅下去了 要這麼多 對 要稅乾掉 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靠近6月15號的時候 升息 要升息的時候 如果它真的位階又更高的時候 那個時候搞不好 就是投信搞不好 要放在口袋的時候 有可能提前接上 所以說這種口袋真的很尷尬 就是到6月 我們等一下拍拍手 但是不要追了 新唐可能還有點機會了 其他你看都已經 這美食是特殊題材 飛到天上去 對 中山已經很棒了 已經在竄高了 那就不用再去追 那在谷底的呢 這種就是怎樣 這種就是我另起爐灶 趴在地上 我這種我追不下去 那我就另起爐灶 你看這已經連外資 連之前賣它一大堆 外資都說這個跌得夠深 可是你注意到沒有 你看這兩檔 其實目前還在這個季線附近掙扎 可是你看 這檔客戶投信買了幾天之後 很快速的脫離這個季線 工具機的上移 對 這個力道 投信買的力道 為什麼 跟中國大陸解封也有關係 這跟中國大陸解封也有關係 對 因為復蘇 需要工具機 我們往下來 跟中國大陸解封 會不會是最近投信 而且我們今天最近台幣 本來是快速升值 又扁回去了 最近本來 好 你看其實台北股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最近最強的這個市場 其實我在這個 我記得我在這個五月底的時候 來的時候 我就說大家要注意到 六月份的入股 會比美股更有興 為什麼 因為美國股是有升息 它可是漲跌漲跌 就是一個區間做大增長 可是大陸是怎樣 要什麼叫五追六趕 等於說它解封之後 你看上陣已經站上季線了 這個地方深圳已經站上季線了 對不對 可是你看台股現在還在季線增長 道瓊也是還在季線 還在做增長 目前只有廢辦碰到季線 連納斯達克都跟道瓊一樣 都在這個季線之下 所以說陸股 這個大陸股市已經開始這樣 站上季線 因為政策在做加持 還有一個很重要 拜登之前訪問日本的時候 人家說你是不是要把那個所謂的 對中國大陸的加增稅 現在看來是 對 那是前朝弄的 對 結果這件事情連續被討論 我告訴各位很重要 昨天美國商務部長證實了 確定要講關鍵 對 他說通膨壓力太大了 現在拜登已經叫他們要研究了 說要救這個通膨的壓力 可是他們有重點 大家看新聞要看重點 他說如果說影響到美國工人的 這種所謂鋼鐵股 他們目前 不會這樣 對 但是對什麼 民生所用的 你看之前什麼奶粉還要從荷蘭進來 拜登政府被罵得要死 聲望民調掉下去 現在要救什麼 民生就是中國大陸 我抵制你高科技 可是對美國人所需要用的日用品 好會像 對 各位 我們看下面一張 你看 在這個地方 中國受惠的 大家最近都講車用跟電動車 對 耿頂地保這些東西車用 那你看電動車的 這個不管是電動車還是傳統車 都需要用到的什麼 MCU 這個跟電動車材料的 這個華新的 老大 老二 老三的股票 對不對 通通都動起來了 可是大家注意到沒有 這些都漲多了 漏網之魚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拜登接下來要做什麼 日用品 對 日用品 所以說我告訴各位 這一檔個股 保存的基本面不用我多說 大家都知道它是球鞋之網 可是它的籌碼有非常有趣 來 我們看 對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從籌碼的觀點來跟大家講 第一個 我們先講獲利好了 保存的EPS今年4.9元 今年第一季1.57元 那通常有人會把它乘以示 不要乘以示 你光是看這個地方 你光是就是說用4.9元 你看這個位置點跟現在這個位置點 差多少還有多少空間 它的禁止是38.77 這個地方也還不到禁止 最重要來看這個籌碼 非常有趣 4月20號開始 投信4千多 4千多 連續買了5天 這天買了500多 連續6天買了將近24000張 這個24000張 你看在這個位置區有沒有賣掉 最近結果後來點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賣掉 沒有賣掉 之前外資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賣到這個地方來覺得這樣 不太對勁賣不下去了 連續在這地方買了1萬多張 開始這樣 開始做回補 對 融資一路下降來到今年的新低 這個籌碼都落入水 落入這個投信更發生 更重要的是 來 各位 很多人很喜歡看這個大戶賬數 我今天給各位看 這個叫千張大戶 它不是400張的 它是千張的大戶 從這個地方非常有趣 就是大概從5月27號就是 商務部開始放話的時候 千張大戶回來了 對 開始有大量的千張大戶 竄上來了 已經開始在做回溫了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低檔 你看那麼久 很少看到它1234567 7根紅黑線 就跟剛剛上映一樣 已經站穩的月線 站穩的季線 所以我認為 現在它的鏡值還38.7 還那麼的遠 這個位置點也不到鏡值 所以我認為你光是看這些籌碼 有沒有 鎖住籌碼 而且大戶回來了 好好留意 好 為什麼拜登要將 中國關稅因為通膨 為什麼投資人現在 持續不敢進場也因為通膨 這個禮拜五 美國要公佈CPI 到底這個數字會是如何呢 市場怎麼樣的預期呢 而影響通膨最大的關鍵 就是油價 而油價現在面臨了 兩大新變局 第一個變局是 本來沙烏地阿拉伯 OPEC是跟美國對著幹的 現在突然間沙特轉彎了 他說我願意增轉了 不只增產還提價 所以第一個變局是 沙烏地阿拉伯 絕地要增產了 這是第一大變局 第二大變局是 美國竟然幫他的死敵開了 油 呂登 他的死敵是誰呢 委內瑞拉 之前美國不是在2019年 出手制裁委內瑞拉嗎 當時的理由講的冠冕堂皇 人權等等 好 現在因為油實在沒辦法了 美國已經準備要讓 委內瑞拉的油可以出口到歐洲了 所以T4D開綠燈 這是影響油價未來的 最重要的兩大變局 是 對 這一次的一個OPEC增產之後 其實OPEC最大的一個石油生產商 沙特其實它也上調了 7月份的國際原油的一個價格 其實現在國際原油的價格 已經創下了3月以來的一個新高 比如說美國當地的一個 這個汽油的價格 來到了美加倫4.72美元 就出現一個創新高 加油現在都開車現在都變貴 然後這個旗艦型的這個 阿拉伯的一個輕原油 從4.4美元調升到多少 調升到6.5美元 這個調升等於是210% 這個幅度相當高 一般型的阿拉伯的一個輕原油 從2.1美元調高到了4.3美元的部分 這個調升的幅度 也達到了104% 其實整個原油價格往上翻之後 美國 剛剛娟姐有講到 美國白宮做了一個很奇特的動作 給他按讚 為什麼給他按讚 其實我認為 而且拜登還說要去訪問他 破冰 他們已經兩年不講話了 為什麼就沿著娟姐講 為什麼他們不講話 其實在美國的一個CIA有指控誰 指控沙特的一個王族 穆罕默德 其實他們這一塊有去殺害了一個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不是說殺害 是解體 肢解 這恐怖 嚇死人 當時這個新聞非常轟動 非常聳動 所以拜登 拜登的美國的政府 其實已經兩年不願意跟沙特 做一個交流的部分 可是為什麼他這次主動想要破冰 想要按讚 想要跟他做互動 為什麼 因為 各位不要忘記 11月美國要期中選舉 他期中選舉 現在拜登的民調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剛剛鳳總有講到 拜登民調爛得這個樣子 怎麼辦 原因出在哪裡 CPI 通膨 好 那怎麼樣把它壓下來 它需要什麼 需要沙特的石油 如果我能夠進到石油的話 就能夠把這個CPI 稍微把它壓下來 那對於它的選舉就比較有力 第一大變局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第一大變局就是 沙特阿拉伯突然之間轉信了 他說我願意增產了 增產可以解決美國通膨的壓力 增產可以讓油價有可能 在供給增加的情況之下 往下壓回 所以拜登感謝 拜登說很有可能 來 在高油價的壓力下 拜登可能要去訪問 沙特阿拉伯 他們兩年沒有交流 就是因為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被殺害被肢解 這件事美國大怒 所以他們中斷交流 現在有可能破冰 因為沙特阿拉伯 願意增產油價 而沙特阿拉伯 願意增產油價 是不是也在打這個算盤 這裡頭有沒有政治因素 值得做觀察 這是第一大變局 第二大變局我們剛剛談到 竟然為了油 還替死敵開綠燈 為了越拉 對 那這次特別有允許 這個義大利的石油公司 叫做埃尼跟西班牙的石油公司 叫做鮑石 他們可以運輸委內瑞拉的石油 到歐洲 他有限定只可以到歐洲 為什麼 他希望歐洲能夠撇除 不要再依賴俄羅斯的一個石油了 他這一招叫做一減二孤 六減四孤 為什麼 因為他除了可以去 希望歐洲不要去依賴俄羅斯的石油之外 因為委內瑞拉有70%的石油有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中國 他希望能夠share中國一部分的一個 石油的一個量能的一個部分 所以再加上說 美國現階段的這個雪佛龍 已經接管了 他在委內瑞拉合資的石油公司 也準備要來銷售委內瑞拉的一個石油 可是事情真的會那麼順利 我們來看一下委內瑞拉現在的狀況 委內瑞拉其實在2019年 美國把它制裁下去之後 他經過了這個20年 他的石油的產量 已經來到20年前的10分之一 稱為核爆級的影響 這個影響非常的大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他現在從西部的這個瑪拉開波湖 一路到東部的這個奧利諾科的一個 石油帶的部分 其實都已經荒廢了 荒廢 其實有很多的所謂的一個開採者 想要去看看說有沒有一些金屬 有沒有一些值錢的一個金屬可以做開採 可是他其實說真的相當的有幸 那委內瑞拉的前總統還特別提到 他很感嘆 說我們擁有全球20%的一個石油產量 但是如果不能賣錢 給我下面搂油 那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它污染 現在是相當的一個嚴重 我們來插播一下委內瑞拉 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都以為說沙烏地阿拉伯 是全世界石油產量 出量最豐富的國家 其實第一 錯 委內瑞拉才是全世界石油 出量最高的國家 它還曾經是OPEC的創始國 那你就知道多重要了 那麼委內瑞拉為什麼 石油的出口會受到阻礙 最主要就是在2019年的時候 美國對它實施制裁 它就沒辦法出口了 但我們知道這個國家就靠油活著 沒有日子怎麼過呢 所以現在窮得只剩下油 為了油又買不出去 所以很多的油井 儲油設備 通通被荒廢了 我們剛剛畫面所看到的是 它不斷地發生漏油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儲油槽 它的油井都被荒廢了 但是它已經窮到沒辦法了 剛剛不是也談到 委員說 他把它的油賣到中國去 其實它不能買 它是偷賣的 它不賣不行 日子怎麼過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要重啟它的石油設備 問題是這些石油設備 都已經生生 都已經不好 所以在重啟的過程當中 就不斷的發生漏油事件 很令人驚訝的是 它的漏油事件竟然在這兩年 高達四萬六千多起 不是四十六起 是四萬六千多起 所以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這是其中的一起漏油事件 你可以看到那個油 好像噴泉一樣 竟然像噴泉一樣從海上噴出 甚至於它不只是油在漏 它連天然氣 天然氣管都在漏 所以整個污染的情況非常嚴重 但我們回頭來看 確實它的油的蘊藏量很豐富 現在美國既然願意讓它賣了 就能夠讓市場的供給 出現比較大的供給 油價是不是會持續走高 現在各方的說法不一 但普遍都認為即便委內瑞拉 可以供油 油價還是會持續走高 對 沒有錯 因為其實現階段 這個外資美商的看法 之前看空的像誰 像花旗銀行 像巴克來 看空的都翻多了 之前他們目標價99 75塊 現在都到多少 到了這個113 然後111 那看多的是誰 看多的是高盛 從125上修上調到多少 140元這個部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現在普遍都看多了 現在就空的都翻多 看多還是看多 看空翻多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即便OPEC會增產 即便委內瑞拉的油 可以供給到市場 所以供給會增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重量級的投影 仍然是看多油價 為什麼他們認為通膨 還是壓不下來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剛談到 這個禮拜最最關鍵的是 美國的CPI 對 CPI CPI的數字現在市場有一些評估 目前來看的話 市場上面估計 因為其實四月份是8.3 那這一次 五月份的一個估計 是8.2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們要注意 美國時間系公開殖率 其實一直維持在 現階段還在3%以上 所以市場上 這很高 對 還是有點 無敵高 對 有點戒慎恐懼 所以為什麼 像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拜登這一次 希望有這樣的破冰之旅 就會其實都是 有一連冠的部分 其實有些都是 政治的一個因素考量 但是市場認為 有可能會稍微虛化 稍微降一點點 四月份是8.3 那麼不排除 這一次公布出來的數字 是8.2 那麼往下來看 我們先沙盤推一下 假設就如市場預計 是8.2 那股市會怎麼反應 那如果依然之外 還是很高 超過8.2 是不是大利空 以目前來看的話 當然如果說8.2的部分 其實我們做一個沙盤推游 低於8.2的話 其實就是比較偏向利多 比如說8.1 甚至更低的話 股市會上漲 對於所謂的電子股跟傳染股 因為股市漲 其實電子股傳染股 都會相對都是有利的 如果是8.2 符合預期的話 那股市就會中性上漲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會跟接下來的升息有關係 因為大家預期六月份 可能就會升息兩碼 如果是8.2的話 就沒有太大的一個懸念 所以會呈現了一個中性上漲 可是萬一 凡事都有萬一 這個如果它來到8點 這個高於8.3的話 因為就等於說 已經超過市場上面預期的話 股市可能就會下殺 那對於電子股就比較不利 可是傳染股的部分 因為畢竟高通膨對傳染股 相對還是比較有利 所以這個狀況的話 電子股就會相對比較散 就比較為這個弱勢的一個部分 好 那高油價是市場的共識 所以我們來看綠能概念股 有沒有機會 對 因為其實我們去看 因為其實我們去看 如果是高油價又 這個CPI又維持在高漲 那當然對綠電股 當然是一定是相對有利的 好 我們來看這個六公格 上面的這個樓上這三家 像亞利系統電跟中漢針 其實原則上都是屬於 我幫大家選了 原則上都是屬於量價奇養創新高 然後法人有做買超的 下面這三檔其實基本面都不錯 可是因為他們的型態比較不漂亮 目前是量縮均線整理 它需要一點點時間 做一些消化的部分 其實簡單跟大家講 系統電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在三月份有跟大家報告 現在創新高 中漢針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我們在四月份 我也有跟大家做報告往上掌 現在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這一檔 這個亞利的一個狀況 亞利的部分 好 那為什麼注意亞利 因為亞利主要是做智能電網 好 那它跟風力發電的關係在哪 因為其實像風力發電跟儲能 都在台灣的某一部分有 可是智慧電網是全台灣都要做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將集中式的電網改成分散式的 就是說如果假設現在 如果不小心又停電了 它不會說整個大規模的都停電 只會有一個小部分的一個狀況 做一個停電 所以它這樣子的一個部分的話 它需要什麼 像配電盤 像變壓器 跟這個電機的材料 那這個都是亞利的一個強項 所以智慧電網這一塊 確定就是全台灣都要做事情 那它的客戶就是台電 台積電 我想這個又不用贅述 連電 美光等等 那我們從紀錄線也在看 今天重新高 重新高 那出現什麼樣的毛利 我們來看一下外資的部分 外資其實已經買超了一段時間了 今天有沒有買 今天還是買 已經連17買 我們請導播上這個加持的K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已經來到60塊 但是它等於說它已經打了一個什麼 將近這個10年的一個底型 那10年磨一劍 好不容易這一次輪到它上上 所以我認為說 目前的一個部分 亞利會是綠電的一個 相對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重點 大家可以去做觀察 好 我們剛剛特別談到 這個禮拜五 最最關鍵是CPI數字 美國的CPI數字 如果是超過8.2 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利空 電子股就慘了 如果低於8.2很多 那當然是利多 最難判斷的是 那就真的是8.2 如果符合預期呢 符合預期比上個月減緩 好像是利多 但還是很高 8.2還是高得不得了 10年級公債 30年級公債還突破3 所以到底是利多還是利空呢 如果符合8.2 會長什麼 會長傳產還是長電子 還是你認為都不會長 好 如果符合8.2 你認為會長傳產的給圈 認為會長電子的給差 認為都不會長的 請你不要舉牌 請舉牌 好 所以現場5票都給缺 昌星 對 其實我覺得還是以傳產為主 因為電子的話 其實壓力還是很大 但是8.2又比8.3有回落 其實這不是差0.1而已 基本上除非要真的回落很多 你說雖然差0.1也是很高的 不是很高的 基本上它是一個機期的概念 你不能夠一直說8.2 8.2 8.5 那這樣還是很高 你如果說7.9大家就有感了 那這樣電子就會噴 這個8.2的話還是動傳產 對